欢迎来到酷然影视,我是阿然 这是一个奇怪的男人,名叫金敏葵 只要与人类接触,身体就会发生过敏反应 因为这种怪病,他无法去服兵役 他进行了三次复检 判定医生不相信敏葵的过敏怪病 认为这就是他为了逃避兵役而编造的谎言 面对医生们的责问,敏葵摘下手套 脱掉上衣,露出皮肤 他缓缓走向医生们,握住了中间医生的手 瞬间敏葵的手背开始红肿 逐渐蔓延至全身 脸上也出现了大块红斑 医生们连忙后退,生怕被传染上怪病 通过这次,医生也相信了敏葵的说辞 敏葵急忙给自己注射一针 过敏症状才得以缓解 解决完伏兵役的事,敏葵驾车回家 从进入自驾大门开始 敏葵穿过小树林和公园 最后停在了如城堡一般的别墅面前 今天敏葵组织了一人生日会 寿星是他最爱的扫地机器员 为了庆祝扫地机一周岁生日 敏葵还准备了一块新电池作为生日礼物 虽然敏葵不能和人类接触 但是她的生活依然多姿多彩 一个人打游戏机,一个人看电影 虽然看起来生活丰富多彩 但敏葵的内心还是渴望有人陪伴的 这个愿望在不久的之后就会实现 女孩志雅是一位专业跑腿 这天她接了个为顾客购买限量版公仔的活 为了想到货物,她提前一天在店外排队 在店门打开的这一刻 人们争先恐后地挤入店内 一进入店里,志雅瞬间锁定了目标 出上前拿到了第一颗公仔 却为了躲避奔跑的人群 将公仔护在怀里 没有注意到旁边小男孩手上的热狗 蹭到了公仔的包装盒上 完成了任务,志雅骑着小摩托来到约定地点交货 这次的雇主正是对人类过敏的敏葵 隔着车玻璃,敏葵让志雅把公仔放在后座 然后拿起放大剑开始验货 当看到包装盒上站着番茄酱 敏葵心疼不已,拒绝支付志雅跑腿费 志雅瞬间来了火器 交打车窗命令敏葵下车 敏葵不理会车外的志雅 开车离开,却听见砰的一声 只见志雅倒在了地上 敏葵担心会闹出人命 于是戴上手套拿出棍子 下车查看志雅的情况 用棍子搓搓志雅的头盔 见时机成熟 志雅睁开眼抓住了棍子 将敏葵一把拉到自己面前 两人四目相对 志雅感叹着 敏葵仗得真帅呀 敏葵回过神来 吓得急忙往后退 为了防止对方逃跑 志雅紧紧拽着她的腿 敏葵艰艰难地挪到车边 一把推开志雅赶紧坐上车 志雅追来 通过打开的车窗 拉住了敏葵的衣领 敏葵瞬间出现了过敏症状 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 她用力推开志雅开车逃离 在路上给自己来了一针 症状这才逐渐消失 敏葵很清楚自己目前的情况 她不能恋爱 不能结婚 一辈子只能以这副怪物的模样活着 但事情很快迎来了转机 红博士送来一个U盘 里面是一个机器人 在打网球的视频 这是她新研发的智能机器人 志雅三号 这个机器人不但和志雅同名 还长得一模一样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敏葵来到老红博士的研究基地内 看到一个长发少女 从椅子上起身向她走来 这就是红博士研发的机器人 志雅三号 敏葵看着眼前的机器人 做工逼真 完全和真人无异 她还是不敢靠近对方 生怕她是人类 于是志雅三号脱掉衣服 露出内部零件 敏葵拿着棍子敲敲她的身体 听到金属碰撞的声音 这才相信了志雅三号是真的机器人 敏葵摘下手套 伸出手指 与机器人的手指触碰到一起 没有触发任何的过敏反应 连监测手表上的数据也显示正常 敏葵对机器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即决定明天就把机器人寄到家里 喝完上就发生了意外 红博士的助手们在对机器人进行检修时 其中一位助手把喝完的易拉罐 扔给小机器人收拾时 易拉罐越过志雅三号的头顶 一滴液体正好滴在志雅三号 打开的核心处理器里 机器人瞬间短路 众人急忙打电话到处寻找新的配件 可是唯一的一个配件 需要两日后才能到过 于是红博士打电话给敏葵 想要两天后再将机器人送去 敏葵就告诉她 她接到可靠消息 两天后她们的实验基地就要被收购了 如果志雅三号落入这家外国公司手中 就会被拆开卖掉 为了解决当下的难题 红博士打电话给前女友志雅 两人分手后 红博士以志雅的原型制作了机器人 红博士找到志雅 拿出一千万韩元的酬劳 请求志雅明天配合她演一场戏 只要一天就好 接着带志雅来到研究基地 向她说明了如今的情况 为了得到酬劳 志雅接下了工作 于是助手们开始教志雅 如何假装成机器人 教学完毕 助手们把志雅打扮成机器人的模样 女助手给志雅戴上了特制隐形眼镜 这样志雅就能和志雅三号连接在一起 并且通过隐形眼镜浮现出字幕 教导志雅该如何应对当下情况 准备完毕 志雅被放入后备箱中 一往敏葵家中 路上志雅接到了敏葵的电话 敏葵丢射项链 认为是志雅拿走的 原来在昨天拉扯的时候 志雅拽掉了对于敏葵意义非凡的项链 但她并不知情 志雅气愤的挂掉电话 到达敏葵家后 志雅开始伪装机器人 敏葵来到她面前 说着特殊口令 唤醒了志雅 志雅睁开眼 看见面前的敏葵 吓得忘记了自己现在是个机器人 露出一脸惊鸿的表情 还说着 我的妈呀 该死 敏葵一脸疑惑的打电话给洪博士 洪博士恍真 这是机器人的朋友模式 只要按下脖子后边的电源键重启一下 就恢复正常了 这别小的谎言竟然真的骗过了敏葵 敏葵按下志雅脖子后的电源 志雅赶紧闭上了眼睛 平复心情后 志雅按照志雅三号给出的提示 回答了敏葵的问题 看着敏葵没有再怀疑 志雅这才松了一口气 可就在这时 研究基地突然断电 志雅的隐形眼镜瞬间失灵 不再显示提示 也听不到洪博士的指挥 面对敏葵的测试 志雅逐渐乱了阵脚 敏葵看着手毛脚乱的志雅 却依然对他机器人的身份深信不疑 接下来志雅将要面对终极难题 解答危机分 再将各种水果的数量相乘 之后通过嗅觉 测出意大利面中材料的种数 最后把所有问题的答案加起来 再除以三 得出来的答案就是锁的密码 而志雅打开锁 弄清楚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可志雅IQ只有94 不可能解开这些难题 志雅破罐子破摔 直接锤坏箱子 拿到了里面的鸡蛋 敏葵夸奖了志雅三号的随机应变 继续提出 让志雅10秒内剥掉鸡蛋壳 志雅用脑袋敲开鸡蛋 瞬间完成任务 紧接着敏葵又要测试志雅的减缩能力 他问到最新公仔是什么信号 志雅看了一眼 那个自己帮敏葵跑腿买来的公仔 行云流水地说出公仔的详细信息 敏葵听完十分满意 测试接近尾声 敏葵接了个电话 说要起诉偷他项链的小偷志雅 志雅一听瞪大了眼睛 换了电话后 敏葵继续测试志雅三号的道德品质 他以志雅偷项链一事 询问志雅三号会如何处理 可志雅没有读出字幕上列举的相关法律 而是为自己开脱 敏葵一边训斥她不听主人的话 一边端起水杯吃药 却突然被胶囊卡住了喉咙 看着敏葵情况紧急 志雅不过红博士的劝阻 跑过去一把拍出胶囊 然后轻轻抚摸着敏葵的后背 敏葵看着眼前的志雅伸出手指 敏葵因为对其他人过敏 想像上次见到志雅三号那样触碰志雅的指尖 没想到志雅却直接握住了敏葵的手 敏葵接触到假扮机前的志雅 却并没有出现过敏症状 在接下来的相处中 志雅又是擦玻璃又是擦地板 还会做饭 一天的试用结束 志雅恢复了自由 而那条敏葵一直寻找的项链 原来掉进了志雅的衣服里 志雅拿着项链很是无语 不知该如何向敏葵解释 另一边敏葵打电话给洪博士 表示想要领养志雅三号 再追加一个月的试用期 希望洪博士明天就把志雅三号送到他家 可是真正的志雅三号零件损坏 至少还要维修一周 为了拖延时间 洪博士谎称研究所要搬家 而因电压问题 志雅每晚必须要回研究所充电 洪博士坚持一周后 将志雅三号送到敏葵的处处 文言敏葵不再多说 没过多久 敏葵的手下老赵 同时也是志雅的哥哥 被派来研究基地 老赵传达了敏葵的意思 既然研究所要搬家 就一起搬进敏葵家吧 志雅皆大欢喜 老赵劝告洪博士乖乖听话 不然他们研究组很有可能会失去投资 洪博士正左右为难时 志雅找上门来 愿意为洪博士打工 之前志雅按照规定 加班的机器人得到了报酬 他拿这笔钱研发了触摸式台灯 却没人愿意投资他的发明 而哥哥老赵也不相信 志雅这么快就赚到了一千万 觉得他一定没干好事 生气地摔坏了志雅的发明 志雅负气离家出走 在街边迈起了自己的各种发明创造 可是却没有人愿意买单 这时洪博士的助手联系了他 志雅才来到研究所 于是整个研究团队搬进了敏葵的豪宅 还一起吃火锅庆祝 四日志雅又假扮成了机器员的样子 来到了敏葵的家中 敏葵看着眼前的志雅三号 决定要在他心里创建一个 只属于自己的空间 因为是他那样的志雅三号 说完还用手指清点志雅的脑袋 希望他的专属机器人 能把自己牢记在脑海里 眼中心中只有他一人 为了拉近和志雅的距离 敏葵带着志雅熟悉房内环境 这时志雅突然腹痛难忍 原来是昨天吃的咖喱火锅过期了 志雅着急地寻找卫生间 本想悄悄溜去厕所 却被敏葵喊住 带她看自己父母的照片 志雅看到敏葵母亲戴着的项链 正是在志雅手中的那条 敏葵提醒志雅 自己最憎恨欺骗 只要是欺骗她的人 无论如何 她都会让对方付出代价 志雅一直忍着腹痛 不小心放了个屁 敏葵寻找着生缘 志雅只能嫁祸给敏葵 还让她去检查内裤上是否有义务 敏葵也疑惑起来 走进房间打算去换衣服 志雅趁机去厕所方便 传来声响 敏葵以为是有陌生人闯入 拿着她的宝贝三截棍推门而入 看见志雅手拿昂贵的香水在刷马桶 志雅本想经理掉残留的味道 却被敏葵逮个阵着 敏葵纳闷 机器人怎么能碰水呢 志雅连忙解释 自己可是世间最顶级的机器人 不但能刷马桶还能刷碗呢 这时敏葵看到志雅脸上滑螺的汗水 想要上情确认 却不小心踩到了被志雅随手扔在地上的香皂 敏葵摔倒在地 志雅为了接住敏葵手中的昂贵香水 也扑了上去 倒在敏葵身上 两人一时间有些尴尬 针对志雅刚才的行为 敏葵教育她 身为机器人应该保护主人 而不是像刚才那样压在自己身上 说完还模仿网上视频中的行为 在脸部盖上动物面具 考察志雅是否能认出自己 敏葵都被自己的幼稚行为逗乐了 她温柔的说着 希望自己无论变成什么样子 志雅都会记住她 敏葵心情大好 做起了午饭 不一会儿 敏葵就端上来一份 色香味俱全的海鲜大餐 而假装机器人的志雅 只能站在一旁 馋得直流口水 敏葵和志雅谈人生 谈理想 敏葵看见自家的机器人在打扫 命令志雅也去干活 志雅拿起吸尘器打扫 不小心吸尘器碰到了敏葵 用15年才打赛的扑克牌塔 顿时扑克牌像雪花一样散落一地 敏葵气愤的找来洪博士 说要重新考虑机器人领养的事 洪博士劝她再试用一段时间 在此期间 试着与志雅三号建立情感 说到建立情感 就不得不提起敏葵的初恋 时隔多年 她再次出现在敏葵面前 可当初恋靠近她时 敏葵却连连后退 初恋心里地握住了她的手 敏葵瞬间就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 敏葵连滚带爬地回到屋内 挣扎着打开房间的抽屉 伸手却拿注射器 可还没拿到药物就昏了过去 志雅纹身而来 按照之前敏葵交谈的那样 为她注射了药物 时间回到15年前 向敏葵和父母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这一天是敏葵的生日 一家三口正驾车出门 还在路上玩起了 慈雨接龙的游戏 突然一辆卡车从对面撞来 意外带走了敏葵父母的生命 侥幸活在来的敏葵 哀伤地参加了父母的葬礼 葬礼结束后 敏葵来到洗手间 却在口袋里发现了一封神秘信 里面写着绝对不要签字 也不要回答任何问题 小敏葵来到大厅 看见爸爸的朋友老黄 正在和秘书交谈 原来老黄已经代替他的父亲 成为了新一人会长 敏葵失落地坐在门口的台阶上 好友小哲拿着一份合同来找到他 开心地告诉敏葵 他的父亲老黄想要领养敏葵 只要他在合同上签字 他们就能成为一家人了 聪明的小敏葵已经明白 老黄领养他 只是为了父亲的遗产 之前的朋友敏葵认为他们父子狼狈为奸 但当时小哲并不知情 他一心想和敏葵成为一家人 最后小敏葵还是拿起了笔 在合同上签上字 小哲拿着合同交给父亲 老黄打开合同 上面写着狗仔子三个字 小敏葵回到了原本温馨的家中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敏葵得了对人类过敏的怪病 时间回到现在 昏迷的敏葵从噩梦中惊醒 而芝雅一直在身边陪伴他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芝雅对敏葵有了改观 还把敏葵珍贵的项链寄还给他 这天晚上敏葵被初恋弄得心烦意乱 于是来到研究所找芝雅三号解闷 却在门口听到了芝雅的笑声 敏葵正打算推门而入 正好撞见红博士出来 敏葵提出要见芝雅三号 可红博士却说 机器人正在充电 还不能见人 敏葵只能失望地离开 四日敏葵兴冲冲地来到芝雅面前 芝雅看见还没拆开的快递 问道 项链还没拿出来呀 敏葵纳闷 芝雅是如何知道的 芝雅谎称自己是猜到的 说完上前拆快递 拿出完好无损的项链 敏葵露出笑脸 让芝雅帮自己戴上项链 又跟芝雅想起了项链的故事 这是敏葵父亲向母亲求婚的证物 两人聊着天 说完 独自饿的敏葵又开始展现她高超的厨艺 烹饪完成 敏葵又自顾自地吃着饭 还聊起了失去父母后 自己从小学做饭的经历 还要学会生活技能的经历 芝雅听着心生同情 于是拍着敏葵的肩膀安慰她 敏葵望着芝雅 摸着她的头 牵出她的手 感慨着如果初恋也是机器人的话 那她就可以和初恋牵手拥抱 像正常的情侣那样约会 芝雅看着深情的敏葵 内心小鹿乱撞 这时敏葵却突然靠近了芝雅 她期望着能与心爱使人亲吻 说完敏葵放开了芝雅 她想通了 要把母亲的项链送给初恋 这个她人生中最后的女人 于是敏葵摘下了芝雅 为她戴上了项链 装进了盒子里 四日一早 敏葵一身西装 带着芝雅一同出门见初恋 看到对方 敏葵一脸笑容 敏葵特地为初恋 准备了她爱喝的热可可 但如今初恋已经不再喜欢 接着初恋又说起茶杯有些幼稚 初恋不记得 这是她原来送给敏葵的礼物 她在意的 这两人之间的商业联姻 敏葵有些为难 她无法与人类接触 又不能把这件事如实告诉初恋 她只好拿出项链 把这当作是朋友之间的礼物 初恋得到答案 把项链还给敏葵 伸出手与她握手告别 敏葵有些犹豫 却还是握住了初恋的手 初恋离开后 敏葵急忙拿出注射器 却犹豫着停下了动作 她不想就这样孤独痛苦地过一身 绝望了她坐在长椅上 却在这时下起了雨 芝雅撑着伞来到她身边 看着芝雅的笑容 没有注射药剂的敏葵 却逐渐恢复了正常 待雨停后 敏葵牵着芝雅离开 这次敏葵意外发现 在没有打针的情况下 她的过敏症状竟然自行消退了 敏葵一脸诧异地往回走 与一位大叔相撞 大叔急忙上前扶出敏葵 两人接触 敏葵却却没有发生任何过敏反应 敏葵一阵惊讶 载着芝雅来到人群密集的街道 想要再次实验 可内心却有些犹豫 芝雅看出敏葵的防皇 拉着敏葵的手走入了热闹的街道 生命体检测手表显示一切正常 两人继续往前走 逛遍了整条街 期间推向员让敏葵试一下玩具 敏葵犹豫着伸出了手 举和一个小孩的手碰在了一起 但她的人类过敏症依然没有发作 之后两人又来到了小广场 敏葵久违地感受到了与人互动的氛围 这时主治医生给她打来电话 敏葵找个安静的地方接通 激动地告诉主治医生自己的病痊愈了 就在敏葵喜结而泣时 路人不小心碰到了她 瞬间敏葵的心跳疯狂加速 过敏又复发了 敏葵的情绪犹如过山车 这一刻满是失望 她回过头看见了正在寻找她的智雅 就智雅过敏症状进行缓和下来 敏葵彻底明白了 只要看到智雅 她的过敏症状就不会出现 看着对自己微笑的智雅 敏葵大步走向她 众目睽睽之下一把抱住了智雅 还亲吻了智雅的额头 而红博士通过定位一路找到了此处 见敏葵亲吻智雅 立马上前给了敏葵一拳 不准敏葵动手动脚 说完想要拉走智雅 敏葵不准智雅离开 两人各扯住智雅的一只胳膊 智雅左右为难 只能装作煤电关机 红博士把智雅送回了家 通过这次 红博士决定测试到此为止 以后智雅不用再假扮机器人了 两人暂时分开 智雅来到桑拿房 却总想起敏葵亲吻自己额头的画面 与此同时 独自在家的敏葵 脑海中不断回放着 他与智雅相处的点滴 他甚至还会看到智雅的幻影 敏葵一直等待着智雅 却迟迟没有见到对方的影子 只好询问红博士 红博士表示测试结束了 他们将会寻找新的投资人 离开敏葵家 此时智雅再次返回敏葵家 想要拿回自己的行李 智雅躲躲藏藏 还是不小心被敏葵发现 敏葵抱住智雅摸摸他的头 敏葵不愿与智雅分开 他决定释出浑身解数 都要挽回红博士 继续接受自己的投资 不能把机器人智雅卖给别人 他先是用钱贿赂 但女科研人员竟试金钱如粪图 相信要带走机器人 敏葵苦想对策 最后还是智雅给他支招 不如敏葵录一手 今次做料理招待众人 用美食感动大家 说干就干 敏葵开始准备 心急的他竟然切破了手指 智雅关心的上前查看 敏葵一本正经的告诉他 这次的料理是唯一能够守住智雅的武器 料理完毕 敏葵邀请红博士的组员们来到家里聚餐 敏葵几乎不与人交流 这次和这么多人同桌而坐 敏葵不知如何与大家相处 智雅私下教他 要态度温和 与大家拉近关系 只有病亲近了 组员们才会同意他继续留下 敏葵乖乖照做 回到餐桌 免带笑容的与大家聊天 询问祖雅的父母是做什么的 得到回答后 祖雅也反问敏葵同样的问题 敏葵仅遵智雅教诲 免带笑容的说着 父母撤车祸 在祖坟里肩并肩躺着呢 这场事故只有他活了下来 祖雅们停下动作 一旁的智雅看着强颜欢笑的敏葵有些心疼 祖雅们心生同情 对敏葵的态度也温和起来 见气氛不错 敏葵趁机说起留下的事 温言祖雅们起身就要离开 芝雅想尽办法挽留 觉得不该吃完饭就走 听了芝雅的话 祖雅们留下洗碗打扫 眼间拉拢关系没有成效 敏葵难过的靠在芝雅的肩膀上 15年来她一直独处 今天主动与人亲近 对她来说 今天实在是太难了 其实祖雅们还没有离开 他们在客厅看到了故障的扫地机器人 帮敏葵修理好 见状敏葵抱着扫地机器人亲了又亲 这小可爱可是她的好朋友呢 季敏葵把机器人当作亲人般对待 研究所的组员们感觉找到了吃音 留下陪敏葵喝酒 几人聊起了天 是洪博士不同意志雅留在这里 为了留下志雅 敏葵找到了洪博士 不太会表达的她 直接走上前握住了洪博士的手 在对方面前展现出自己的过敏症 请求她帮帮自己 不止如此 敏葵还带洪博士与主治医生对话 洪博士这才理解了敏葵的处境 纠结再三 洪博士决定拒绝其他的投资者 留在敏葵家中 志雅也愿意继续假扮机器人 但洪博士有个要求 就是敏葵不准着志雅动手动脚 敏葵思考过后答应下来 与洪博士先完毕 敏葵立马开着观光车 去研究所接志雅回家 还让志雅换上漂亮的连衣裙 敏葵眼前一亮 抬起手 本想摸摸志雅的头 突然想起与洪博士的约定 猛的停止了动作 有了志雅在身边 敏葵瞬间信心满满 主动联系了初恋 想要与她进行三次约会 接吻还有结婚 于是志雅请来了 身经百战的恋爱导师 闺蜜 闺蜜让两人肩并肩往前走 时不时的肢体接触 让气氛变得有些奇怪起来 闺蜜跟在身后 故意撞了志雅一下 敏葵立马抱住没站稳的志雅 两人深情的对视着 闺蜜告诉敏葵 刚才四目相对那种气氛 证实和接吻 终于到了和初恋约会的时候 不想牵起初恋的手 却因为太紧张而放弃了 两人路过了卖帽子的摊位 敏葵拿起一顶帽子 想给初恋戴上 可初恋却不想弄乱自己的发型 几人来到正在住场的小广场 初恋却表示太吵了 转身离开 接着两个人又来到了咖啡店 敏葵注意到初恋的脚被高跟鞋磨破 练起身去买了一双平底鞋 亲自帮初恋穿上 贴心的举动让初恋乐开了花 旁住了志雅看到这一幕 一副闷闷不乐的表情 初恋注意到了一旁的志雅和洪博士 感叹着两人真般配啊 文言敏葵有些心不在焉 还喝错了初恋的咖啡 眼看就要下雨了 洪博士离开去买雨伞 同时初恋接到了电话 说明自己有急事后急忙离开 留下敏葵失落地站在原地 很快下起雨来 看着淋雨的志雅 敏葵撑伞向她走来 并向志雅展示了雨伞的神奇之处 她按下伞品上的按钮 雨伞瞬间变得透明 看着雨滴掉落在伞面上 敏葵沉闷的心瞬间就畅怀了 敏葵不禁夸赞了创造这把伞的人 其实发明者就是志雅 这时奔跑多余的路人撞倒了志雅 敏葵再一次眼睛手快地抱住志雅 两人四目相对 志雅主动上前亲吻了敏葵 敏葵无法接受自己的初吻 被机器人抢走的事实 而志雅也在为刚才的冲动感到后悔 生怕被敏葵发现自己是假机器人 虽然两人的相处有些尴尬 敏葵一脸自责 她认为是自己向志雅灌输了错误的信息 才会导致志雅做出昨天那样荒唐的举动 所以千叮牛万嘱赴志雅 身为机器人的她 不要再出现诸葛的举动 既然如此 志雅直接装作出现故障 忘记了昨天的事 无论敏葵如何提醒 她都谎称记不起来 虽然敏葵一直希望志雅忘记昨天的吻 但当对方真不记得时 她又觉得有些不爽 晚上等组员们都睡着了 敏葵偷偷溜进研究所 听到机器人机器的回应 敏葵疑惑起来 她感觉面前的机器人是如此的陌生 回到家敏葵开始陷入沉思 认为志雅对自己的好 都只是电脑设计的程序而已 而不是真的感情 于是敏葵陷入了自闭 第二天见到志雅 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兴高采烈 她会想起过去经历的种种 想起志雅给她带来的欢乐和陪伴 敏葵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假的 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对机器人产生了情感 次日敏葵带着志雅来到商场 买了一身新衣服 志雅满心欢喜 和敏葵全程面无表情 之后两人来到一家高级餐厅 进门后服务员却把志雅带到了另一张桌 志雅疑惑的看向敏葵 没一会儿初恋和她的父亲到了 原来为了转移对机器人志雅的感情 敏葵要和初恋的父亲商量订婚的事 一旁的志雅心中止不住的失落 回去的路上志雅关心着敏葵的情况 但敏葵却怀疑 志雅说出的关心的话语 是程序设定还是出于真心 一说到这里敏葵更加生气了 关于说话刺激志雅 你又不是人又没有情感 如果刚才那句话让你不开心呢 直接向上次重置就好了 两人不欢而散 红博士察觉到志雅心情不佳 找到敏葵 质问她为什么惹志雅不开心 敏葵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 称志雅只不过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 虽然与敏葵闹得不愉快 但志雅却迎来了事业的转机 热爱发明的她带着自己创造的台灯 参加了青年创业作品真集展 这是一对爱心灯 不管在何处 两个灯都会连接在一起 而举办这次展览会的 正式抢夺敏葵父亲公司的小哲父子 敏葵与闻声而来参加展览会 展览会上志雅的爱心灯无人问津 因为她的发明很幼稚 受打击的志雅无精打采地坐在一边 短暂的一直消沉过后 志雅重新振奋 大声介绍着自己的作品 无论身在何地 只要用手触摸灯 那个爱心灯就会亮起 一番推销过后 与子女异国风格的家长们 纷纷围了过来 他们都想送给儿女 这种能表达爱意的灯 而台下的敏葵也注意到了志雅的摊位 身为主办人的小哲来维稳参赛选手 当来到志雅的摊位时 敏葵也随之出现 幸好志雅穿着奇装衣服 没有被敏葵认出 敏葵对小哲一番嘲讽 她一直认为年幼时的玩伴小哲 与她父亲老黄 一起算计自己的家产 两人的友情也是虚情假意 在那之后 两人的关系势通水火 这时一旁的志雅说着 不要去见那些让你痛苦的坏人 应该去结交新朋友 这是志雅去世的父亲 曾对她说过的话 敏葵受到鼓励 转而注意起爱心灯 她让志雅拿着其中一个灯 站在远处 她刚触摸了眼前的灯 志雅手里的灯随即亮起 那一瞬间 敏葵眼前显现出机器人志雅的身影 敏葵有些慌张 急忙离开现场 在回去的路上 敏葵在加油站停留 在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卡和发票时 她意外发现 自己没有产生过敏反应 敏葵意识到 因为志雅三号 她完全克服了过敏症 敏葵想继续留机器人在身边 但主治医生确实反对意见 以后敏葵会结婚 她未来的妻子肯定无法忍受 有个神思女性的机器人在敏葵身边 如果敏葵愿意 把对机器人的情感转移到人类身上 会体会到更多的幸福 另一边 离开展览会的志雅 看见一个被狗追赶的工作人员 口中大喊着 我对狗狗过敏 志雅突然想起 与敏葵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敏葵对自己说着 患有人类过敏症的场景 还有敏葵与初恋接触后 并发的场景 但却在与她相处的过程中 逐渐能与人类互动 志雅意识到 自己的存在对敏葵而言 有重大意义 但欺骗不是长久之计 志雅联系洪博士 决定向真相告诉敏葵 却得知 国外有与敏葵相同的病例 病人在得知实情后 过敏休克丧命了 如今志雅能做的 就是抽身而出 不要再与敏葵见面 志雅被劝动 而敏葵在思考过后 也愿意把对机器人的感情抹掉 鸟人最后一次 以主人和机器人的身份见面 由敏葵对志雅进行了 初始化操作 亲手结束这段关系 在分别前 敏葵把自己最真爱的项链 为志雅戴上 嘴里说着 我爱你 与志雅三号告别后 虽然有些不舍 但敏葵的生活 回归到了正常轨道 她难与人类接触了 还在准备与初恋的婚礼 而志雅则到处打工 过着忙碌的生活 某天敏葵突发奇想 想坐火车去出差 可当她坐下的那一刻 她看到了对面作者 和志雅三号 长得一模一样的女生 敏葵的眼神久久不能一开 原来在分开后 志雅伤心一绝 想回老家住一段时间 去凑巧与敏葵相遇 志雅指的装作不认识敏 敏葵立马联系洪博士 询问志雅三号是如何做出来的 洪博士诚实回答 有角色模型 温烟敏葵放下工作 一路跟着志雅来到了奶奶的店里 敏葵提出想和志雅聊聊 志雅却以忙为借口拒绝了她 于是敏葵进到店里 铁了心的要等志雅忙完 志雅赶忙进到厨房 摘下脖子上的项链 藏在了盘子里 见敏葵一直不离开 志雅只好坐到她对面 装作两人在火车上 是第一次见面 并警告敏葵不要继续跟着自己 不然她就要报警了 敏葵依然不愿离去 志雅只好硬指头皮 说出之前与洪博士串通好的口供 她只是四年前收了洪博士的钱 成为了角色模型 仅此而已 志雅三的竹刻令和敏葵还是稳如泰山 她只想再多看志雅一会儿 志雅把她赶出店 看着面前活生生的志雅 敏葵一阵满足 还要求今晚住在奶奶开的民宿 志雅自然是拒绝 但敏葵丝毫没有离开的念头 一直坐在店里 这时奶奶出现 敏葵便询问奶奶是否有空房间 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志雅只能硬着头皮把敏葵送去房间 晚上敏葵想在头皮机购买咖啡 却不会使用机器 奶奶伸手帮她拿出了咖啡 这时志雅来到 准备去仓库取货 奶奶告诉志雅 仓库的灯阴森森的很吓人 于是让敏葵陪同志雅一起去 志雅开着小车车带着敏葵 敏葵看着对方的脸 想起了曾经的回忆 两人一路闲聊 很快就到了仓库 正如奶奶所说 仓库里的确黑暗 志雅忘带手机 于是让敏葵用手机照明 两人往仓库深处走去 这时仓库大爷到来 以为自己忘记关门 直接把门锁住 离开时因为寒冷 大爷捂着耳朵取暖 没有听到志雅的呼救 就这样两人被关在仓库 这对于不得不隐瞒身份的志雅来说 无疑是一种折磨 为了抵御寒冷 志雅找来了一堆甘草 想要铺在身上保暖 却在搬运的时候扎到了手 敏葵赶忙拉过志雅的手查看 又将她带到车前 借着灯光帮志雅把刺取了出来 看着敏葵认真的表情 志雅的心又有了一丝动容 好不容易有甘草铺好了床 可是只有一张 志雅让敏葵去休息 自己在一旁跳操 保持身体的温暖 敏葵转身看向货架 竟然发现一个暖炉 还有一箱食物 两人坐在甘草堆上烤着暖炉 吃起米酒配泡面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 敏葵打开了画夹子 给志雅想起了和机器人的故事 看着敏葵兴兴致勃勃的 讲着两个人之间的共同回忆 志雅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四日有人打开了仓库的门锁 看见两人靠在一起睡着了 醒来后的两人回到了餐馆 却突然涌进一批客人 此时只有志雅一人在店里 厨师暂时有事外出 话音刚落 敏葵自顾自的走进厨房 为客人做饭 而听闻敏葵与志雅相见 洪博士也带着女同事前来 加入了帮忙大军 而志雅紧张的盯着面前的盘子 想要把藏在里面的项链拿走 幸好在敏葵发现之前 志雅把项链拿了出来 酒足饭饱之后 客人们离开了餐馆 此时的研究基地里 研究员们发现了机器人文件被泄露 开始对电脑进行检查 却发现了一个从没见过的文件夹 于是他们急忙来到志雅三号面前 机器人承认备份文件是他建立的 去年志雅三号也有过相同的行为 恢复了回收战役的内容 这次他恢复的是有关敏葵和志雅的过往 包括敏葵对人类过敏的秘密 另一边志雅送敏葵离开 并希望他不要再出现在自己面前 可敏葵又回到了餐馆 到处寻找着志雅 终于在海边发现了志雅 看见突然返回的敏葵 志雅连忙捂住了胸口的项链 可是太晚了 敏葵还是看到了项链 敏葵回想起过去和志雅在一起的种种 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识破真相后 敏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过敏症状 敏葵绝望地倒在地上 被志雅和红博士的人送回家医治 医生和护士都穿着防护服 裹得严严实实地为敏葵治疗 经过一番抢救 敏葵的病情才稳定下来 志雅和研究员们担忧地在门口站了整整一夜 而昏迷中的敏葵 又想起了曾经和志雅的快乐时光 她难以置信 这么久以来 自己都在谎言中度过 情绪的变化使得敏葵的血压又突然往上涨 守在一旁的主治医生 赶紧给敏葵增加了药量 这才又将敏葵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不久后 敏葵终于苏醒过来 她走出房间 看到了穿着防护服 一直等在这里的志雅 志雅担忧地询问她的身体情况 可是换来的只有长久的沉默 敏葵本想离开 无奈身体太虚弱了 她一个亮枪摔倒在地 志雅跑过去想扶起敏葵 却犹豫地收回了手 医生也纹身而来 却不敢上前触碰敏葵 生怕她再次犯病 敏葵强撑着回到床上 她现在只想一个人安静地待着 一觉醒来 敏葵听见外面有动静 便起身出来查看 却看到志雅站在餐厅忙活着 而敏葵一言不发 把志雅做的饭菜全部倒入了垃圾桶里 可当志雅走后 敏葵看着垃圾桶里的饭菜 想起志雅为了给她做饭 手指被切伤 敏葵心里有了一丝动容 而志雅也没有因为敏葵的冷漠而放弃 依然每天做好饭菜送去她家 哪怕敏葵从来都没有吃过一口 敏葵情绪激动 一把将饭菜全部推在了地上 并且赶志雅离开 生气地回到房间 志雅在门口大喊 她不会放弃的 明天后天大后天 依然会来给敏葵送饭 四日志雅又照例去送饭 却在路上为了躲避小朋友摔了一跤 因此耽误了时间 敏葵在家久久等不来志雅 以为志雅又在说谎 明明之前说过每天都要来的 百无聊赖的敏葵 看起志雅之前介爱的陈叔叔 得知了爱心灯的发明者是志雅 敏葵又误以为志雅是为了创业奖金 才接近自己 所以当志雅来到时 敏葵又再一次大发雷霆 面对敏葵的质问 愧疚的志雅只能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 敏葵激动地将手中的酒杯扔了出去 两人之间的关系 也像碎掉的玻璃一样完全崩塌 第二天 之前交敏葵恋爱的朋友来到他家 一番话点醒了敏葵 他意识到志雅和研究所的组员们 已经渐渐走入他的内心 那些快乐的瞬间 他不想遗忘 于是他偷偷地去看望 已经搬走的组员们 不巧被其中一名组员发现 见状敏葵开车狠心离开 回到家后 敏葵看见车后左右把雨伞 便将雨伞收回柜子里 却发现自己有两把一模一样的雨伞 可先前敏葵出有一把伞呀 敏葵越想于不对劲 放下雨伞来到电脑前查阅 之前志雅递交的创业真集展计划书 其中列出了志雅的发明 除了爱心灯还有透明雨伞 敏葵突然意识到志雅那天主动亲吻他 也许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 这时敏葵触目了爱心灯 志雅房内的另一个灯也随即亮起 志雅看见灯亮立即出门 今天晚上有流星雨 之前敏葵承诺过要带机器人志雅去看流星雨 两人来到观看流星雨的山顶 志雅也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娓娓道来 两人的矛盾被化解 如今两人可以毫无保留的在一起了 之前敏葵与初恋准备婚礼时都面色凝重 初恋不想再欺骗敏葵 他是被父亲逼迫 要拿到敏葵手里的财产 才与敏葵交往 可他不愿再违背自己的心 与敏葵当面说清楚 敏葵也正有此意 两人和平分手了 这次误会解决清楚 志雅表明心意 以为两人能够从此幸福的在一起时 敏葵却起身站了起来 敏葵得知自己的病情不稳定 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他不想拖累志雅 敏葵转身离开 志雅连忙喊住对方 他要守护这份得来不易的爱情 敏葵被感动转身向前稳住志雅 两人亲密接触 敏葵并没有发生过敏现象 次日敏葵开车送志雅回家 志雅在车上睡着 敏葵下车买咖啡 他的监测健康手表突然发生警报 敏葵看着不断上升的数值 急忙望向志雅 只要看着志雅 数值就会恢复正常 敏葵把志雅送到楼下 两人依依不舍的分别 与志雅和好后 组员没有受邀来敏葵家里聚餐 大家和好如初 像之前班吵吵闹闹 另一边小折的父亲老黄 开始搞事情 在他得知志雅三号的存在后 从他的内存文件里 盗取了敏葵过敏倒地的视频 他打算用敏葵身体抱恙为由 和初恋的父亲一起对付敏葵 初恋得知后立马通知小折 小折虽一直帮着父亲干坏事 但他良心未敏 得知此事 立马去父亲的办公室寻找 终于找到了一个USB 里面正存着敏葵发病的视频 小折找到从小到大 陪伴在敏葵身边的管家 向他打听详情 管家也不再隐瞒 告知小折 自从敏葵父母去世后 因被亲密的朋友伤害 自此患上了长达15年的人类过敏症 关一言小折意识到 是自己当初拿领养资料给敏葵签字的行为 刺激了敏葵 敏葵以为最好的朋友与老黄狼狈为奸 但当时小折并不知父亲的心思 他真心希望两人成为家人 事后小折才发现父亲的野心 但他没有解释 因为感到抱歉 小折不好意思出现在敏葵面前 连解释都羞于开口 这次通过管家 小折才知道敏葵与他疏远的原因 不止是两人之间产生的误会 还有敏葵不为人知的怪病 但当时一无所知的小折 对于敏葵的冷漠感到委屈和愤怒 所以这么多年 他对父亲打压敏葵的行为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小折为过去的行为感到愧疚 他想逆转局势 弥补自己对敏葵的伤害 在转天的紧急理事会上 小折举手发言 他得知敏葵召开了记者会 希望大家听了敏葵的回答再做决定 只见敏葵在摄像机面前承认 自己患有人类过敏症 但已经逐渐康复 接着敏葵阐阐述述了 自己对于公司未来事业的计划 公司将全力支持红博士继续开发 可以和人类沟通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此话一说 公司股价一路飙升 小折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他全力支持敏葵的提议 这下好了 把敏葵踢出公司的计划 彻底失败了 经过这次 敏葵与小折面对面坐下聊天 解开当年的误会 小折事后才知晓父亲的居心 却没有勇气告诉敏葵 还在合理化父亲的行为为其开脱 小折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诚心向敏葵道歉 敏葵欣然接受 摘下手套与小折握手言和 而小折的父亲老黄 过去做多了违法乱记的事 被关入了监狱 一切尘埃落定 敏葵终于能向正常人般社交 还融入了智雅的家庭 两年后 红博士的机器人研究更上一层楼 初恋也如愿以偿 与喜欢的小折在一起了 智雅依然到处推销自己的发明 今天是敏葵伏兵已结束的日子 智雅第一时间来见爱人 两人在雪中拥吻 本剧结束 全集制作不易 看完的小伙伴帮忙点赞订阅 今后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解说